广市糯米鸡加芝士在成都成了爆款美食 芝士包裹着鲜鲜软软的糯米鸡 鸡肉和海鲜风味完美融合 好吃的 我今天用的是鸡腿肉 吃起来更方便 其他的辅料是参考了陶陶居的 干货提前泡发 预处理就可以了 调味汁也可以提前准备 想要做出餐厅的味道 一定要再加一小少鸡精 让糯米鸡的鲜味更加凸显 一直用的都是泰泰勒鸡精 算是我的鲜味秘诀 你知不知道泰泰勒生产鸡精 每天要用多少只鸡 三万五千只 真的每一勺都是浓缩的鲜味精华 其他原料也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的 选它作为家庭必备的鲜味调料 很安心 接着把鸡肉煎炒一下 准备好的辅料分两次倒入 炒出鸡肉油脂的香气和海鲜的味道 再浇上准备好的料汁 泰泰勒鸡精在家常菜都有很好的表现 你不用担心它会遮盖食材的主味 这里需要勾一个浓芡 这样包的时候就不会漏汁了 这个馅料拌饭也是超好吃的 糯米要提前浸泡蒸熟 扒拉开稍微散一下热气 给它一个底味 这个是蒜粒油 加了之后会非常的香 鸡精也需要一小少 让糯米饭也充满鲜美的鸡肉风味 搅拌均匀之后 就可以一层糯米饭 一层馅料 加一个蒸熟的咸蛋黄 再盖上一层糯米饭 荷叶包的时候一定要压紧食 你可以一次多包几个 放冰箱冷冻保存 想吃了就拿出来蒸热就可以了 蒸了15分钟 糯米鸡又增加了荷叶的香气 店里的芝士糯米鸡 会先调好芝士酱 自己在家做 就直接挤上甜味沙拉酱 还有少许的炼乳 增加甜味和奶香 盖上一到两片芝士片 用喷火装置或者烤箱空气炸锅 烤到芝士融化就可以了 看着特别诱人 陶陶居的芝士糯米鸡呢 还会加芥末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咸咸新鲜带点甜 奶奶怒怒